嗨,大家好,我是戴 我是Louis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我們覺得很好用的食衣 露營好物 有些可能有見過,有些沒見過 但是我們覺得好用的東西 未必必須啊 但是有了之後我們會覺得 讓露營的生活更美好 那首先先來介紹關於餐廚類的東西 首先先來介紹這一個是 Hini Prezzo 在之前的影片已經有出現過一次了 可以點這裡 對 那詳細的用法呢 大家可以上去那個影片 我也有大概用了一下 它就是可以放那個Nespresso的膠囊咖啡 然後用起來就非常的方便 我這邊可以放膠囊 然後就可以很快的喝到咖啡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手沖還是要抹咖啡 重點是因為其實在外面很難 可以喝到意識濃縮的咖啡 你通常可能要手沖 可是如果像有時候我會想要喝一些那個拿鐵 對 你就一定得要有意識濃縮咖啡才能做 所以就是在外面還蠻方便 這個真的是我覺得露營 有了它最後可以讓露營的生活更美好 因為我們也是才買不到一年吧 但我們真的覺得這個是我現在最愛用的 好來介紹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烤網 這一個是日本製的 然後它是一個老店 其實我有點忘了打在下面 好 好 對那這個烤網號稱是職人手作 這個烤網其實有點小貴 我記得買好像一千六左右 其實我之前用的是陶瓷烤網 那陶瓷烤網有一些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洗 我記得我洗過一次以後整個陶瓷就發黃了 然後再來就是陶瓷用久它會掉白色的粉末 我先講一下喔 我們有在懷疑說是不是我們買的是便宜的 因為我之前買的它就說是日本 日本什麼什麼陶瓷烤網 但是我常也懷疑它是大陸製的裂子貨 而且陶瓷烤網我看價錢的區間也很大 有三四百塊 但是也有貴到一千多塊 兩千多塊都有 我之前用過幾次的陶瓷烤網 我覺得不太好用 所以後來換了這一個 因為它是全部都是不鏽鋼的 所以它不會生鏽也可以水洗 我覺得非常方便 好 接下來趕快快出下一個 快出下一個 這是 好像購物檯喔 對啊 我們好像購物檯 今天介紹的這個Britter濾水壺 三個一組只要999 然後再送五個濾心喔 不可能 真的是假的 因為很多人是帶 我看有些人錄影是帶水桶 那其實後來我們發現啊 就滿多陸瓷區 它用的是山泉水 那其實水 簡單濾一下就好了 對 其實過濾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直接帶Britter濾水桶 那你就不用再去帶很大的水桶啊 或是狂泉水 相對會輕便很多 然後再來有什麼 然後呢 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非常適合在冬天使用 妖人 老郎 這個是 隨身的茶具組 看起來小小的 但是它 把它拆開來以後 它還有茶海 還有三個茶杯 布巾 泡茶的茶海 然後連 讓你裝茶葉的都用 這個真的很不錯耶 就是因為我還蠻愛喝茶的 有時候用茶包啦 有時候因為我喜歡喝老人茶 就可以用這種 味道特別好 我的 丈母娘說 她之前買了那個什麼茶 自己在家隨便泡一泡 喝起來很難喝 但是用了這個茶去煮 變得非常好 像在店裡喝的一樣 因為我媽上次就說什麼 她買那一組茶 一直被我家的人 我爸還是我哥說什麼 然後第一天其實 買到 在店裡面喝的是好茶 然後拿回來的是劣質的茶 對 但一直到我們上次一起露營 然後用了這個泡之後 她就說 終於解開了她這一個被冤枉 變起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老人茶 要用那種專業的茶具組 也是有道理 老人的方式 對 好接下來是用品類的 就是 我覺得蠻多用品 雖然不是必須 但是真的很不錯 我先來講第一個 風扇 其實市面的風扇也很多 然後 最早是買 還要插電 要電線 所以在帳篷裡面 就會拉一條線 拉拉拉拉拉出來 就有點麻煩 但後來我發現這個 子帶電池 而且最厲害的是 它還有附遙控器 遙控器 而且還可以定池 對 還可以調風量 對 還可以自然風 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說 這麼小的風扇是不涼 但是呢 實際上 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 掉在帳篷中間 它 這個小的風量 其實是足夠的 而且它不會讓你覺得冷 它的風量是舒服的 我覺得它有一個優點 是它不太會有什麼聲音 因為我個人還蠻討厭 吹電風扇 就算在家裡 對 我也不喜歡吹電風扇 你知道一般的電風扇 它說 會有那個聲音 尤其你在已經熟睡的時候 那這個完全 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也不能說 微微啊 不會有馬達的聲音 我覺得幾乎沒有 對沒有馬達的聲音 幾乎沒有聲音 但是會很風盛 對 雖然那種插電呢 我覺得也沒什麼聲音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像 比插電的更安靜 其實相較起來 我會選擇這個 因為第一個 不用拉電線 方便很多 然後再來它就很安靜 而且它好像用一個晚上吧 所以八、九個小時都還有點 好 接下來我下一個 我覺得有點小 無用 但是就覺得擺得比較安靜 屁啊 這個東西也是我買的 因為其實 我們之前錄影 尤其是夏天 然後 多少帳篷裡面 會有一些溫蟲 然後這個東西 它就是充電式的補溫燈 就是看起來都跟一般插電的補溫燈 是一樣的 只是它變得更小 它號稱它有什麼 它會釋放CO2 還有什麼花歌的 什麼蚊子喜歡的東西 之類的 然後蚊子就會 好香的味道 然後就跑過來 就被點死這樣子 然後實際用裡面 真的也會有蚊子 是不會像那種傳統 那種啪啪啪啪啪這樣子嗎 如果你晚上帳篷拉起來的時候 你怕裡面有蚊子躲在腦紅裡面 你就可以把這個放在帳篷裡面 比如說放在這邊 或是放在清室裡面 我覺得都非常好用 然後它充電的 大概可以用一個晚上吧 一個晚上差不多 兩個晚上就不行 對 接下來下一個是真空的幫骨 可是你說這個是好用 可是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拿出來用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雨型比較實用 為什麼會拿這個 其實因為我們自己用的枕頭 或是睡袋 它體積比較大 然後尤其像我們的枕頭 其實它就是一般的枕頭 所以體積比較大 所以我們會帶那個真空袋 把枕頭啊 然後還有睡袋啊 就是這些比較大的 比較膨的東西 然後把它真空起來 壓縮起來 其實這個東西比較小啊 抽的力道沒那麼大 我們只用充氣床的比較大顆的 胖譜來抽 那這個好用的地方就是 出國旅行的時候 可以也是帶真空袋 如果你衣物比較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真空的方式 把體積縮小 但我們還沒用過 然後買了之後 一直防疫期間還沒有出國 買了以後就不能出國了 對 接下來是兩個一起介紹的 因為它其實是同一家的餐點 像這個 N9的燈 應該很多人都會看 對啊 這真的很好用耶 就是我記得我們在 買這點上台的那個影片 有跟大家講說 那時候還不知道燈要怎麼加 不過後來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N9 然後後來就想說 先用N9頂著 可是一直到用了這一個 然後又覺得 真的放在這個帳篷 滿好用的 超級亮 對又買了一個小的 我們最早一開始 我們是用燈條 然後還有串燈 後來才又買了這個燈 我就更有不同的用途 那但是像N9 它就是 比如說你夜窗的時候 那你這個N9 它就滿適合 就是你剛開始 拿來做到你 照你使用 我覺得它超省電的 它總共有四段光 1 2 3 4 真的超級夠亮 雖然現在白天看不太出來 不過它真的滿亮 然後用兩個晚上都有電 而且它有不同的色紋 像這個是另外一個色紋 然後它總共有三個 就是冷光的 自然光的 然後比較偏黃的 非常的好用 然後 蓄電力超足夠 我覺得這個買了不會後悔 推薦大家可以買這個 如果你有燈的需求的話 再來這一個是風扇 因為我也沒有要介紹風扇 它這一個 你們有沒有發現 它沒有電 它是完全沒有電池 然後也不用插電 然後 這個叫暖爐風扇 前面幾支影片有介紹過 有買了一個暖爐嗎 但是後來我們發現 就是 這個彩虹暖爐啊 它其實熱 是完全是從上面散發出來 在帳篷裡面啊 它其實會先升溫的 可能是比較上面的地方 但你坐在旁邊 你不會那麼快感覺得到溫暖 後來我發現 欸 居然有這種暖爐風扇 它完全是不用插電 它是靠它上面有一個晶片 就是可以把熱能轉換成電力 就可以直接供應整個風扇電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用起來差別蠻大的 就是 當你坐在暖爐旁邊 然後你把這個放在暖爐上面的時候 它這個變成熱風就會 可以往旁邊吹還不錯 就是如果你有買暖爐的人 我覺得蠻推進的這個東西 接下來還有一個是DOMITIC的行動冰箱 其實行動冰箱的牌子有很多啦 不過我們比較了之後覺得 買這個牌子比較喜歡 然後因為剛好路易斯的姊姊 有一個DOMITIC的也用了很久了 我們覺得應該是相對耐用 所以才買了這個牌子 這個套子是沒有附的 是另外買的 我們本來也沒有買套子 但是後來覺得有套子還是比較好的 這邊的話我覺得它容量也非常的大喔 就是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可以設定 就是它的溫度是可以看你要領下 好像20-30度都可以吧對不對 好像25度 對吧 資訊我寫在這 但是就是它的溫度是可以自己調節的 因為有人然後原本是不想買 他覺得沒有用 不是我覺得太貴 但是有了之後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而且冬夏天又可以喝冰啤酒 然後這一台很好笑的是 它這邊還有USB可以充電 就是可以充你的手機啊 它這一台還有Wi-Fi 你可以下載它的APP 然後可以控制溫度 然後這台就可以當行動網咖 對 它下面還可以再買一個就是這個手架 可以擺筆一下 這一個的話也是推薦的一個好物之一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分享的錄音好物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我們介紹一堆廢物啊 如果有喜歡這些東西的話 我會把商品的名稱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大家如果有喜歡可以自己去購買 如果還有想要看我們介紹一些什麼 奇奇怪怪的東西 可以在下方連結告訴我們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記得分享訂閱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全部通知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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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Whoa 這些影片 記得 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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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